泰国人不分族群,男女都喜欢佩戴佛牌 泰国人相信佛牌可以带来好运,保平安,住事业,人员等多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佛牌真的可以发出超自然的神奇感发能力吗?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或者看过佛牌 可是据说这里有一枚佛牌可以让您刀枪不入 甚至被淋墙水也是毫无伤痕的 您相信吗? 老师听说有几个佛牌可以让人多求美丽吗? 是 是 什么佛牌? 这是副作为佛牌 哦 它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佛牌是佛牌平安 但我们做好它 它的佛牌可以让人生 台湾的佛牌是因为台国人都没有 可以测试吗? 可以 据说这里的佛牌的法力非常高强 到底它能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能力呢? 我们立刻来测试一下 要进行这个测试 首先测试者的手心里必须握着一枚看似普通的佛牌 然后其中一只手指必须被墙水淋上 如果佛牌发挥功效 手指绝对不会被墙水弄伤的 只不过现在要真人表演 就是它要被淋那个墙水 然后呢其实呢 如果拿着那个佛牌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事情的 它就捡它自己的袈裟 要给观众们证数一下 那待会它淋的那墙水是真的吧 应该是犯罪 只光听就很恐怖了 真的是要是吗? 当阿扎尼把瓶中的液体顺着为止零下时 在下面的尘射袈裟 立刻破了一个大洞 有如被火烧一样 再仔细一看 袈裟下的塑胶小瓶子也融得不成形 而原本的透明液体竟然变成了一滩黑水 墙水是一种无色发烟的液体 一般带有微黄色 具有刺激性 是种强氧化剂 能使金属品融化 可鉴于皮肤能引起烧伤 在空气中猛烈发烟并吸收水分 糖水的刷伤力那么的大 那火牌又如何保护我们呢? 笨话不说 立刻来看师傅的真人表演 最近养想基因公开 那么我们就要进步 接受俩一段的优优 要给人工资源 ci夫的表演 彼此配一段 C突然打算 比较适合 完全没有刺耶 看到没有 你看到刚才下面的那个 那个袈裟已经融掉了 可是师傅的手完全没有刺 给我看一下 这样离奇的情景 让一旁围观的 善信看的木灯口袋 仔细查看阿湛依的位置 确实没有任何伤痕 有疼吗 有疼吗 好热了 你看这个东西都融掉了 然后刚才袈裟已经被融掉 还有那个塑胶杯也被融掉了 我很怕因为我要撕了 我不敢试 可是现场就会有一位女士讲她敢试 哇 你很勇敢 我爱看 我爱看 好像怕她不敢讲话了 好奇啊 你不怕会被伤到 没有看到叔叔做 没有 你有做过吗 这个东西 没有做过 就是一个手要握着这个火牌 我走一眼我真的是很怕 痛吗 烧烧烧一起 一点点烧完了 是完全没有事的东西 然后现在 任何东西 你怕不怕回去 腫得这么大力起来 应该是不会了 除了证明大胆的善信之外 阿扎尼师傅也叫了一旁围观的行众 再次试验同样的绝技 阿扎尼师傅也叫了一旁围观的 你看这个东西都溶掉了 然后刚才袈裟已经被溶掉 还有那个塑胶杯也被溶掉了 我很怕 因为我要死 这两个人的手指都无视 但是阿扎尼师傅身上所穿的袈裟 却已经伤痕累累了 连破了好几个被烧焦的大洞 到底这个火牌有什么超强的能量 可以保佑山性们不被抢水伤害呢 原来山性们手握的这枚火牌 是由阿扎尼自己亲手铸造的 由阿扎尼本身的交象 这个火牌是采用来自泰国 柬埔寨 缅甸 辽国 越南以及印度 六个国家深山中生长的草药 Ponchi Damani所铸造的 由于这种草药只生长在深山野岭中 非常的稀有和难寻 所以很少太古师傅会采用草药来制造佛牌 佛牌的名称是Salica Lipsop 师傅说任何人佩戴它 可辅助事业顺利出入平安 佛牌正面除了有阿扎尼神像之外 神像左右两边各有一只金瓜人缘鸟 能促进说服力和人缘合合 佛牌后面头三只和九只金银洞 它固 金纹和一粒能披活险 逢凶化级的巴掩粒 而我们手心握着的Salica Lipsop佛牌 就是因为有巴掩粒的保护 所以墙水才伤不了我们的皮毛 据说古时制造佛牌 由选择制佛用料开始 全是由高僧一手一脚制成的 在制造佛牌的过程当中 高僧或玉藻便收集制造佛牌的材料 因其中的材料不容易找到 一般为金粉、药材、生地泥土和多种的生物 加持方法一般会将有关材料磨碎铺平 然后在材料上一边念经 一边写上经文符印 写完一次便再次扫平材料重新再写 步骤不断地重复 木球将金纹力量注入材料之内 一天不够 约十天、三十天、一百天 直至高僧认为足够为止 才会给善性共性 所以佛牌才可以发挥如此的功效 听了阿湛亦的这番话之后 又见试验者的手指一颠 左上也没有 我心想着 魔牌真的有如此超强的灵力吗 心中自愈的我 决定自己亲自上针 当一当师父的百老鼠 当墙水淋下时 我这时立即感觉到 手背上有一股如被火烧到的疼痛 阿湛亦立刻用手清洗我的手 不到几分钟 手指丝毫疼痛也没有 更没有留下任何的伤痕 非常的神奇 真的是完全没有事哦 平时呢 老实说本身呢 每天在看爆章的时候 就是有听到人家用这个墙水来泼人啊 然后会造成毁容还是怎样啊 就对这个墙水非常的害怕 可是现在完全是没有事的 我不懂是怎样去解释 可是它真的是发生在我的这个眼前 然后刚刚也有另外两个人 就是两个市主也试过了 真的是很熟悉 是不是